2007年12月21日 下午2點 歸京市 接下來,啟響式 啟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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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這個 啟響式 在日本 它叫做啟禁式 那麽老師又問我們 什麽是歸近世 什麽是歸依 就說 你今天為了請問自己 什麽是歸依 那麽老師說 歸依是透過這個儀式 正式成為佛弟子 就是歸近世 自覺自己是佛弟子的第一步 所以 正式成為佛弟子 就說這個儀式正式行世 就是自覺自己是佛弟子的第一步 那麽老师说呢,不只是归宇是才有这种感觉,老师说,平常的每一天,每一句的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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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枉费参加这个归一世,归禁世了 那麽老师说呢,这个归禁世结束呢,老师说呢,你踏出这个第一步以后,你就要呢,这个要持续啊,持续啊 要持续啊,这种佛地址的自觉,你要持续,不断地持续啊 那麽老师说呢,持续到一口气不来为止啊 那麽等往生净土啊,这个持续呢,到了净土啊,就变成那个实践 就变成这个救度众生的实践出来了 那麽老师说呢,要有这种持续啊,你的归一啊,才是呢,名副其实啊 如果没有持续的话呢,那个归一就变成只是一个名相而已啊 那麽老师说呢,这种持续啊,这种佛地址的自觉啊,这种持续啊,他持续呢 规定式 这个规一仪式 这个仪式 形式 它才会有真正的内涵出来 会真正的内涵出来 来先生 那么有内涵出来 这个你的人生 还是有意义的人生 老师说 如果你没有这种秩序 出来的话 老师说 你只是模仿别人皈依而已 那么模仿皈依的话 你的学佛就是没有生命的 就是死的 真是没有生命的 对,所以老师说 模仿跟真正的秩序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点就说了 这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秩序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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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老师说 那个佛法如此 世间法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人又分成两类 一类是真正有内涵的人 那一类就是虚有其表的 就是说呢 他只是老师说的模仿 他只是在模仿别人而已 可是内心并没有那样 并没有具足那样 只是模仿而已 分成这两类 对啊 人人都人都 一类是我的 老师说呢 就是说 大家啦 你们一定认识过很多人 那就是说 人就是分成这两类 我们一类是自己的 每年一类是自己的 每年一类是自己的 好 那么呢 老师说 老师说交友也是这样子 真正的好朋友 发自内心 我们说的 心腹之交 那这边的话 只是说 应付应付啊 所以老师说 真正的心腹之交 最可以为对方 我们说的 切腹的 对啊 对啊 日本的韩文部队寺人员 是 本年所有人员 对啊 对啊 那么老师说 这个佛地址的自觉 真正具有内涵的佛地址 根本 只是模仿这个佛地址 也分成这两类 所以法兰上人在这的时候 就是说 为了这个教法呢 切腹自杀 那么年如上的时代 为了父教 父法 有没有 这个就是自己 那个切腹的 有这样的佛地址 这个都是具有内涵 有明第一条服 又是差薨的 台湖城道 台湖城道 让来云風 哪里就是西方啊 豆腐的 台湖城道 这边那 сделал 这里 跟中国 那概念 熊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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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鸢 正屋 正屋 这个字 我们 摆 坊 他在警察就是5月8日 守音琶诶 阪说 等于7月11日 做过去 守音琶诶 donc阪丞尚人 他有很多弟子 真正 madre 真正就是这个 �mail纶enan练丞 这个熊谷连声房最有名 他有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它那个大小方便 绝对不像西方大小便 那么就是说这边是西方对不对 它当马啊 马朝那边去啊 那这边是西方对不对 它绝对不屁股朝着西方 它就是就是马脖在那边 它就照着做 那个没有名的立马 我来我来 我来的青年以来 所以老师他们从小啊 就被教育呢 不要向西方那个大小便 就是尿尿的时候 那些自我修绝对不像西方 天鹅尿尿 所以那个厕所的时候 照厕所 就是说不可以照 向西方像的西方尿尿 因为我建设过说的话呢 那些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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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师说 他们那个 真宗门徒 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啊 那个就 就有这种 我们说的 从自 就是说从他们 就是说自古以来 就有这种习惯了啦 就是说 不把厕所 那个盖在西方 盖在西边啦 那个方向 就不会朝到西边 所以 我现在 我孤独中 青年 小学生 家 家 建设过来 那些厕所 哪些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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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厕所 哪些厕所 哪些厕所 我們說的 連這種嘗試都沒有的話 那就是往為那個活地子啦 所以在廁所裡 西向著 廁所利用的就行 那 沒錯 老師說 你們要上洗手間 絕對不可以 向著西方上洗手間 那種心掛念を 持って 一生綱抜くんでしょ 老師說 到一口氣不來為止 你都有這種信念哦 那麼阿弥陀佛吶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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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吶� 我都不能說什麼 我都不能說話 所以我就把你過上了 老師說零 熊骨年生馬是南仲 還是一樣是學佛 南仲學佛 南仲比較聽話比較老實 一聽到這個馬上就說 就照著做了 所以老師說 這個不是講笑話還給人笑的 對 對 老師說 這個是透過這個形式 有沒有 自己的戀愛 那個實踐出來 那麼 就是說一樣是聽到這個 有人他就寫一種新片 何必那麼執著 那麼老師說 這個不是執著 所以 以前日本的武士道 對 老師說 因為日本他們有武士道的精神 他們對他們的主人 絕對是絕對的忠誠的 他可以為他主人切副 為他主人吃亮 武士道 對 對 對 比如說 真正的武士有沒有 那個 那個 就是 對他的主人 就是說 寫著主人的名字 這個什麼 我們說的 撒喜 撒喜就是那個 這個字 我們有這個字嗎 就是 就是那個 是不是說 門口 寫著主人的名字有沒有 信鄉 不是信鄉 就是封牌 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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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人的名字 有人的名字 他那個 看到那個名字 就等於是看到他的主人一樣 就是這樣 就是做了橘光的 他不管別人有沒有看到 他不是做給他的主人看 是 可是這當然有精神 所以我日本人應該有 也有人那麼多 所以沒有人 他只要自己去 不要跟西方人 但是 這個看在西方人的眼淚 眼裡 就認為他那個 那個 日本人好重視行事 其實那不是行事 那是一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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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對他們來講 這個 那個名字 那個名字有沒有 名字等於是 等於是 等於是那個 所以他看到主人的名字 就好像看到他的主人一樣 對 所以 那個南無阿彌陀佛 只有南無阿彌陀佛的字 絕對不可以 來 南無阿彌陀佛 那是平常的女人 南無阿彌陀佛 那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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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 聽到這個 一樣是聽這個話 男生聽到這個話 他就真的不會去 可是女生的話 他還是照彩不悟 女孩子的那種心 就不一樣 那是日本 那是女人 阿彌陀佛 那是 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女眾 那我沒有那種 說 女眾很會便捷 便捷 所以 日本的武士 沒有女的 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 女人沒有辦法當武士 所以 阿彌陀佛 他被嘗的 阿彦 為阿彌陀佛 他eten 他欲張的 他回答 這就是很有名的啦 就是說呢 他的爸爸是武士人 可是他沒有生兒子 他只有生一個女兒 那麼他的爸爸就很煩惱 就是我們說的 貨寄無人 沒有寄生者 他的女兒看到他的爸爸那麼煩惱 他說爸爸我來講 我來繼承你這樣子 他爸爸就說可是你是女的 沒有辦法當武士啊 他那女兒臨女兒怎麼辦呢 他就拿那個什麼 就像人家以前 我們中國不是有弱形嗎 就是在火烤一烤 然後就霧到那個皮膚上面 他就那種東西 你們話怎麼說 他就拿那個鐵片 就把自己的 他就毀容了 然後他就給他爸爸看 對他的臉就是 變得很難看 非常難看像鬼那樣子 那麼那個 一個女人是最愛漂亮的 當他的臉啊 就是說他能夠毀容啦 那表示說 那個決心就是不亞於一個男人了 所以那爸爸就把那個 武士大王去傳染 由他女人來繼承 那個美麗的顏色 就把那個皮膚穿上去 綺麗的衣服 然後整個皮膚穿上去 美麗的衣服 那女人不懂 那個美麗的衣服 那女人不懂 所以以前如果有生兒子的話 就很開心有繼承者 我們說有繼承人了 如果都是生女兒的話 他就很煩惱 因為後繼無人 所以老實說日本的國民性 從瓜瓜最低開始 如果生女的話就是後繼無人 生男的話才有繼承者 所以武士呢 如果他沒有生兒子的話 他的武術就後繼無人了 對 老實說在場的女眾啊 你們聽到這個不要生氣啊 因為這個是事實 他們也因為日本的民族性 是武士道的精神 對佛法世界也是一樣的 他們對自己所信奉的 譬如說念佛的人 他就是對阿彌陀佛 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專一的 不容許半點雜 對自己的祖師也是百分之百的忠誠 對阿彌陀佛的宗教 對阿彌陀佛的宗教和仏教和仏教 完全不同 對阿彌陀佛的宗教 那麼因為那個從聖德太子 以佛教立古到現在已經 就是说在日本已经1300年了 所以那个佛教 就是说日本人 就是说等于那个佛教 已经融入在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那么因为是那个德川家康 他我们说的就是开放外来 就是开放那个外面的 就是说日本国以外的人 进那个就是封建 封建那个拆除 他有基督教传到那个日本 那在日本那个基督教的精神 跟那个佛教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佛教的精神据属这个五十道的精神 对啊 男女同学一男子那样的事 是 阿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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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 在那个基督教他们是男女同权 但是佛教的话呢 就是说是我们说的 这男尊女女卑的 对啊 日本的生命 对啊 所以老师说日本啊 因为他的文化来自中国嘛 那中国也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嘛 阿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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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说的呢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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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为什么男尊 老师说 为什么男尊呢 那个 对 老师说 对 老师说 能够切腹的啦 能够切腹的 有没有 为了我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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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意有没有 为了中意男人可以切腹 女人没有办法 他会 他会逃避 这个是男女最大不同的地方 所以 所以 本日本啊 这个佛法 那个是 就是學佛啊,是那個什麼,包括是男人的世界。 だから日本の武士道の家庭の中には女は仲間に入れてもらえなかった。 男は男だけでしょ。 そして少し時間が早い。 それだけの覚悟をして。 あるいは自住まに。 日本の武士道の家庭は男人。 男人の家庭。 彼氏の家庭は男人の家庭で、 男性は男人の家庭で、 彼氏の家庭が後悔してくる。 彼氏の家庭は使いやすい。 彼氏は、彼氏は、彼氏は男女のために、 彼氏は、彼氏は、彼氏のために、 彼氏は、彼氏のために、 日本的女性在那裡死在那裡 那麼老師說呢 真女有沒有 就是當那個武士的太太有沒有 就說當這個武士啊 是妻婦也好 還是就是我們說的婿有沒有 婿生有沒有 她的太太也跟著她一起自殺 這樣的日本女性很多 因為她們很順從 以前的日本女性是很順的 很順從的 就是說她的先生怎麼樣 她就跟著她的先生怎麼樣 你不要知道 我們那時候你也有 我們那時候你也有 但是呢 老師說現在人的話 已經沒有這種精神了 現在的話老公死是死她的 她過自己的人生 外國人、美國人、日本人 的生命 理解できなかった 所以呢 就是說當那個歐美人 他們接觸到日本文化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這種 日本武士道這種精神 因為基督教是沒有那種精神的 因為基督教是沒有那種精神的 那種程度 有很多程度 節度 節度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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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师说,你们啊,今天这个归仪式的人啊,你们要有这种觉悟,当佛弟子的觉悟哦 老师说,你们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啊,你们要真正起这种佛弟子的自觉,你们要有个当佛弟子的觉悟哦 老师说,那个武士啊,武士啊,都尚且那么的认真啊,老师说,你当佛弟子啊,是要真正的拼命的哦 你现在像佛忠诚的哦,对佛忠诚的哦 原来的感受的爱的爱的爱,现在阿们都是永久的,阿们都是永久的 对,老师说,现代人的那种关系有没有,就是说夫妻的关系也好了,朋友的关系也好了 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啊,都没有节度了,都乱来了 所以,就是说太太的不会尊重老公,这都是西方知详 因为男女同学,平等嘛,那我们说的乡敬如宾那个,我们说的什么不招不择那个也心没有了 所以,老师说,如果,就是说这种啦,这种精神啦,你们要了解,你们要这种,就是说明白这种精神啦,不要被现代这种欧美的文化呢,被他们蒙蔽了,蒙蔽了这个原有的这种精神 现代的男女的关系也是阿们的反映 会面无形 老师说,现代人的那种思想也没有?不是佛教的士,又是蒂екс教的士 我以前有很多人的家庭師、有很多人的家庭師想有的, 通常是有家庭師、有三位教主義, 有一個教主義的倫敬師と那些信息。 但是我以前的有很多我們家庭師想有的教主義、 所以你會不會有教主義的一般? 有時間時間就制了? 不限時間就是為了教主義的本義。 以做文獄に寫不信心讓父母學師說有的。 這裡有女生及男生連 accomplished 達人相信佛本行經的誠 scandal 博徒與耶穌幟 他們不只是當夫妻 在過去就是已經好幾次的姻緣 都是這種夫婦的關係 那麼老師說透過這個就可以知道說 男人跟女人完全是不一樣 聽到這個我就老去過 我說老師今天過夜都是男做沒有女做 他說後面做了幾個他們也在聽 所以他講 我來把悠久你怎麼這麼說 那個有什麼悠久的 那麽老師說講的這個是佛教的本質啊 這個很重要啦 就是說有這種基礎呢 有這個基礎的呢 老師說那個 你那個 就是說他沒有那個白白的 參加這種貴儀式 對啦 宗教的自由 對啦 宗教的自由 對啦 所以老師說呢 這個 這個自由啊 不能隨便拿來亂用 就是說 是 就是說個人啊 各有各的本分 各有各的本分啊 那如果說到西方文化思想 他們講自由嘛 然後那個男女同學嘛 所以 許多女人應該有的 所的本分都不被封飾了啦 那老師說 說身為佛弟子啊 那個 這種本分啊 你不可以忘記 那如果啦 既然說您 父母的福律 對 本日子的 信仰的自由 對 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對 信仰的自由 對 所以老師說 既然聖人時代的 就是說 那種學佛啊 我們說求道的精神啊 跟現代人求道的精神已經不太一樣 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那麼老師說 清倫聖人 那時候求道人啊 他們對阿美陀佛啊 是絕對的養性 那現代人求道呢 他們是信仰阿美陀佛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信仰的自由 對 老師說 養性跟信仰是不一樣的 阿美王信仰耶 老師說 那個 基督教啦 他們是信仰的 嗯 那麼老師說 佛教不一樣 佛教是養性的世界 對 對 老師說呢 那個 這種養性呢 老師說 どうして佛教不一樣的 腹を切るんですか 你命が分かる 就是說呢 老師說 在佛前啊 也是要切腹的 我就想說 老師為什麼在佛前要切腹 我就又請問老師 老師說 老師說 你學佛你是要拼命的 捨生命的啊 不佛你一心一根 你都聽不懂啊 對 老師說 當你真的 就其中養性的話 它是 我們說的是一心啊 一心一意有沒有 這種一心一意啊 是那種 我們說是捨生命的 是不惜生命的 真的是不惜生命的 為了教法有沒有 為了學到 是不惜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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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祖的 好 老師說 真正這種世界啊 有這種養性的精神出來 那是真正的 終究的世界 對啊 對 今天 有很多人都在 有很多人都在 有 昔の日本文学 有很多人都在 一時一項地 他們老師說 現在的書 好處很少 他們老師說 以前 日本文學作品 他都是以佛教精神 都是佛教精神在裡面的 所以他們都是我們說的一心一意的 那麽連儒少人人家一心一意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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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的教法 那麼連儒上人 就說為了弘揚這個教法有沒有 他自己都受傷 腳趾被切掉 阿姨 阿姨 家裡的教法 對 阿姨 家裡的教法 即使腳趾被切掉 還是一樣的忘我的文法 那個四處紅法 所以就受傷了更多 天然查在這地方 譬如說不像任然逆境低頭 還是守自己的本分 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做佛弟子該做的事情 再跟清南聖明這樣就算了 你都聽那個 手上沒有那麼多來 所以,從青藏聖人開始,他們為了把這個教法留傳給後代的子孫們 他們是不惜生命的 但是現代人,因為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的影響 雖然是來學佛,他們已經沒有這種不惜生命了 他們就是說,馬馬虎虎,得過且過,不必那麼認真 崔老師說,你們既然來歸佛教,就要知道佛教跟基督教不同在哪裡 所以,再三的強調,養性跟信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我跟負責人一樣,身體的自由主義在哪裡 我都在拿著形象那樣,我的自由主義在哪裡 我都在抱著那個女生,我都在抱著自己的教育 我都在抱著自己的教育 也進入得了的喔 但是現在美國已經有多大了 所以美國的影響也受到 那現在是真正真誤的 孟老師說因為美國 它是跟我們說的強國嘛 所以很多人都會受到 美國文化人生影響 以為美國人 我們說說句比較粗的話 就是以為美國人放的病都是香的 所以以前日本人 都變成男生女生 對呀 所以那個老實說 日本呢 又從五世紀 他們也是跟我們中文有句話 就是說那個好男不跟女鬥有沒有 所以呢 就是說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哎呀 她是女人嘛 就不會跟她斤斤計較 所以當那種聚會的時候 有聚會的時候啊 就是男人跟男人的交談中啦 他們就說 就不會把女人啦 那個我們說的 就不會跟女人計較啦 就是說 縱使某某就說 你做什麼什麼的話 他們就哎呀 她是女人嘛 這樣子就一句話就帶過了 不會一直跟那個 我們說好男不跟女鬥 老師說 這個不是親世女性 老師說 這個不是親世女性 老師說 這個是事實 所以老師說 我們學佛啊 佛 就是佛法嘛 他們這個法 它法 它當下就是道 所以佛道的話呢 這個佛道 它是 它是擦掉的 是寵作精神的 對 既然是道的話 你就是要認真啦 就是要不習生命了啦 但是啊 願意就不習生命的男人啦 也很少 沒有一個 那麽老師說 要不習生命的話 這個女人啊 她光聽到這四個字啊 她那個 阿佛 那個嘛 就老大發一片空白了 那麽難啦 那麽難 我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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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做了啊 對 所以我 又來個路 我就不玩 又來個路 但是啊 願意就 會不習生命的男人啊 也很少 沒有一個 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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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無暖身的男人啊 當初 還是真正的佛道相當 启嗆 所以才無暖身的男人啊 大夫 hex んな 启嗆 所以才無暖身的男人啊 那個 現在無暖身的男人啊 這真正的佛道相當 启嗆 怎麼這麼好 我不習生命啊 那是哪有什麼話 欸嚇、都很重要 欸嚇 是在向自己的脾氣 那是說說 我是說只是有話 對,所以是 就說它是用的是人主的 反正的說話 就是我 CPU 對,那是說 因人將會聽清楚 佛法不是来听讲言 佛法是佛道 佛道的话 你是要自身其中 你是要不习 你说的 进行受献生命 要进行受献生命的 为什么要休息 因为要解脱 那你想要真正的解脱的话 要得到真解脱的话 你没有进行受献生命的话 如何解脱得了 因为呢 如果不能真正解脱的话 你学佛道有何意义呢 那么要真解脱的话 也就是要 我们说的要真见 就是你要完真了 你不能马马虎虎 那么这个不习真面 就是你要跟佛完真的 对老师说 你们为何到这里来啊 为何来进行佛法啊 就是为了真解脱而来的啊 对 这个真解脱就是说 把这个名字的人 人生有没有切副 把这个名字的人生切副 杀掉 对 对 对 老师说 你们是要有这种觉悟 有没有 把这种名字的人生 这种名字的人生 这种名字的人生切副 你们要有这种觉悟 你才来参加这种规定式 不然就不要来参加 不要名不服食 不要我们说 老师刚才不是说 有个内涵吗 你要名服 要真的做个佛弟子啊 不要模仿来做个佛弟子 因为那也没有意义啊 或者面给你 随时 所莱特的 是 翡 Pin 再地 médico 路 一人一会有人的痛快离跌, นะคะ一本难以良妄想 scar moments, 我就叫她犯雪夫人, 胡語 rob, 同桃, 等不大 nutrice, 把 knocking down, 其 palabras, 其实他们做很多话, 这种解放这个老师. 短期卖人, иск很 empir很大,重量, 毁时, 几秒晃时, 因为寸法王叶桃集合 convert, 而且都叢头黄的雷的换风富体, 放出研究 Itu, 她说没有靠近给你们虚无权, 相远的把虚运走的 home, 方黄的主ателей, 日本人也会做什么魔法, 那么老师说了那样子。 要求真解脫 有真的信順佛語嗎? 有真的信順佛語嗎? 他們老師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有個修行的人 他就是一隻手 就是說他從山底上掉下來 我們說的這種驚嚇中 他的手就抓住一根樹幹 那麼他就聽到一個山菸 把大摩鼠放掉 他就說把大摩鼠放掉 把宗子、食子放掉 然後把宗子放掉 然後再放掉 然後正教最後叫這個小子 那麼他說再把小子放掉 那麼再把小子放掉的話 整個人就是會掉下去了 那麼沒有真正信順的人 他就不敢放 他就怕死了 他就死掉了 他不相信那個聲音 他执著自己 不要死了 可是真正放掉的人 反而沒有掉到那個山谷去 而是被雲這樣拖起來 那個就誤了 所以老師說真正要信順 很難 怎樣不惜生命 老師說真正要信順佛語嗎 就是真正要信順佛語嗎 就是真正要信順佛語 就是說真的照著佛語所講的話在做嗎 老師 問一問自己 他就說真正要信順佛語 他就說真正要信順佛語 這個裝置就是自己的執著 叫你放掉 再放掉 有沒有把自己 我都放掉 有沒有他放掉 你不放掉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得救 沒有辦法就能得到真解脫 所以說真正要信順佛語 所以日本昔一家 信順佛語所講的 これを頭に繰り付けて 高さまに折ったし 一旦折ったら頭割れても 死んでも これを頭に繰り付けて そして高さまに折ったし そして稽古したし そのくらい 高さまに折ったら 優勤が得られ 高さまに折ったら 今度は経騙が得られ はい 老實說 在日本 有一個人為了要誤導 他把自己的頭 用Rabudong 日本話叫Rabudong 我們的話叫做墊 把自己的頭包起來 為什麼包起來 因為他要試著 從身體上跳下來 常常看死的滋味怎麼樣 可是又不能真的死掉 所以就說 用Rabudong 把熱人的頭包起來 保護好 這樣跳下來 就真的據我們說的 去試試看 そのくらい それでここまでやって それでも なかなか腹ができない できなくて やってきた 保護さんが一体的 那麼 有那樣子做 然後他發現 自己沒有辦法真的死 然後 沒有 就說自己是真的怕死 沒有辦法真的死 所以不曉得 那種死的滋味怎麼樣 所以 他本來是一個殘屍 因為你如果怕死的話 就不能修禪了 所以後來改進這個人 念阿彌陀佛 先生 おわりにしましょう はい 對 所以老師說 既然 你們要皈依的話 就要做個佛地職 太不心妙了 はい 未經過咱們 太不心妙了 那麼做佛地職 你要求佛道 為了求道 你必須要不惜生命 這樣子 你才能夠得到真正解脫 才能夠真正的解脫 那種婚姻的如內人物 就這樣 對 老師說 你當個佛地職 不是坐在家裡 讀佛心 那個叫佛地職 是的 不是坐在自己 我們說的 那個 關起滿來 自己在家裡讀佛心 那個叫佛地職 那種 要求道 所以有 他可能連中啊 對 對老師說 這個 好 剛才講這個 是講那個 我們說的 求道者的那種 我們說的 有那樣的傳統 有那樣的傳統留下來 我想跟他們 那樣的信仰 沒有說 我說 也有信仰 對啊 佛地他為了求道 他也是 幼年苦恨 修苦恨的 だから それを 耳耳で受けていく ね その 百神苗の 這個不惜生命啊 幼年的苦恨 它是不惜生命啊 耳耳で受けていく ね だから 他那種耳耳で 聴いている 就違うよ 那麼老師說 那個 佛地啊 他們不惜生命 是真的是 他們是 我們說的 真的 一生作者 真的是去做了 那我們呢 我們只是用耳朵在聽 而已 我們是耳朵聽 要不惜生命 這樣 對 我們不是說 會是 心 耳朵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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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會是 心 耳朵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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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耳朵听 就是说用耳朵听 那么老师说佛法 大家用心来听 用耳朵来听 最后老师说 他要用声全身来听 全身听到佛法的时候 还是真正的听闻道 所以是上上的听闻 佛经是用眼来看 用心去体会 用心去体会 用心去领受到佛心的精神之后 自然你就会有意念的心 意念之心就不能跑出来 那就遍布你的全身 那么呢 不论到恶朵 佛珠都要带着 就是 你们有归一带的人 要那个 你走到哪里就要带到哪里 你走到哪里 自然不会忘记佛书 不会忘记你的归一带 就是说 当你真正身闻道佛法的时候 你走到哪里自然不会忘记佛书 不会忘记你的归一带 那么呢 你跟他们是一体的 一体的啦 一体的 所以 在录音上听不出来 老师说文法 新闻、耳闻、声闻 不要用录音机来录文 不要让你的录音机在听而已 你自己不听 所以行住坐卧、恶六十钟 行住坐卧、恶六十钟 行住坐卧、恶六十钟 都没有跟佛法分开一体的话 老师说恶就是真的啦 所以带来到的柬域摘板 跟老师说木也没有 南无阿弥陀伏 南無阿弥陀伏 所以走在路上 你也是不理佛号的啦 南无阿弥陀伏 道迟伏 睡觉的时候 啊啊がったし 眠着 南無阿弥陀伏 南无阿弥陀伏 南无阿弥陀伏 寝着 寝着 睡觉的时候 那个也是一边南無阿弥陀伏 一边南無阿弥陀伏 一边南無阿弥陀伏 露睡的 就是你二六十宗跟明朝是一提的 这个才是新闻耳闻正闻 才是上上的听闻 请把这段话记在心中带回去 老师说当你跟明朝是一提的时候 自然就不会忘记那个佛法了 如果只是光是脑袋瓜记住 我们说的记得的话 脑袋瓜记住也会忘记 可是当你那个心处坐卧 都跟佛那个名号是一提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先闻耳闻生闻 不是生闻的 生闻到听到这个佛号 他说一听到这个佛号 就不会再忘记了 对 所以当你一国记不来的时候 就跟着阿弥陀佛一起走 那已经养成习惯了 一提的时候就是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你走路也念佛 睡时也念佛 那就是养成念佛的习惯了 一提还是一如 因为说一提一如好像是很深远 很难这样子 但是习惯 法院佛内的习惯 那个就是一提一如很重要 因为你养成习惯就成自然 就已经不是用脑袋话去想了 你是自然而然 我们是在那边的习惯了 对 老师说 你养成习惯以后呢 那个 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你的 思维的一部分了 脑袋瓜的一部分 脑袋瓜的一部分 对 老师说呢 这个 那个 进食啊 那个头啊 练到两半啊 那个里面啊 也要那个 南无阿弥陀佛 对 身也好 鼠也好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老师说 要成念佛的习惯 这是法治者 这个就是法 对 对 这是什么妈妈 好 那么老师的开示 就讲到这里 哇 很清楚 那妈咪到头 那么呢 以上 那么一下呢 就是我们说的 做这个 我们那个 归宜仪式啦 那请你们 那个归宜的人 大家归宜的人 请你们先站起来 好 那么那个 就是对着阿弥陀佛 本尊里面啊 就说啊 因为地方小啊 好 那你请你们贵住 贵住 那么 就说 先带你们忏悔啦 那么 就说念一句 跟阿弥陀佛 拜一拜一拜 这样子啦 那么 我念一句 大家跟着我念一句 总共要三叹 所以要 要重够三叹 往其所造诸二叶 往其所造诸二叶 皆有无始贪嗔痴 皆有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义之所生 从生于义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贪嗔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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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于义之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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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罪障皆贪嗔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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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于义之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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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罪障皆贪嗔痴 离佛一拜 接下来这三规 也是跟我念一句 跟着念一句 进行受规依佛 永不规依自在天魔 进行受规依法 永不规依外道典籍 进行受规依生 永不规依外道典籍 好 礼佛一拜 好 起来 那这个是我们的规依识了 那接下来我来念这个规依证书 你们被念到名字的人 就请到老师的地方 离取这个规依证 好 基天明 知有信男基天明 现年五十四岁 即陕西省洪川县人士 八心规依佛法身三宝 调寿三规 恭请堂上 尚瑞夏末和尚为三规本之 自法名为寿 老师说 你的名字有个名啊 光明的名啊 那佛的光明 我们唯有领寿 唯有领寿而已啊 所以你的法名叫为寿 从今以往 应尊三宝 教诫 断恶修散 信愿念佛 八红寺院 自行化他 敬畏来寄 永不退转 请依律制 授予归依 特给指证为凭 又给四为寿 收职 传授归依本师 是瑞莫发给 法律二五五一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二位是杨清松 难道被证的人 你就可以到旁边去了 私有信男杨清松 现年三十七岁 细陕西省 同山县人士 八心归佛法真三宝 求受三规 归请唐上上瑞 孝莫和尚为三规本师 四法名为兆 这个清松啊 松是很长寿的 阿弥陀佛是无量寿 无时以来 阿弥陀佛的光明 他就照遇着你 所以法名叫为兆 光明道色 道妖的兆 四法名为兆 从今以往 因尊三宝教戒 断恶修散 信愿念佛 发逢誓愿 自行化他 敬畏来寄 永不退转 请依律志授予归衣特别 持证为凭 幼给四为兆收职 传授归衣本师四瑞莫 发给国立 二五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好 我再抬起来 大老师那里去你归衣正号 第三位是 慧心义 自有信南慧心义 现年三十七岁 系陕西省同川县人士 发心归衣 佛法身三宝 求受三规 恭请堂上上瑞 孝莫和尚为三规本师 自法名为子 因为你的名字里面 你的父母为你取的名字里面 有个心 佛心的心 那么佛心什么大慈悲 所以你的法名维持 我们唯有领受阿弥陀佛的慈悲心而已 只是受佛学佛大慈悲 所以你的法名是维持 从今以往 因尊三宝教界 段二修散 信愿念佛 发洪志愿 自习化他 敬畏来祭 永退转 请依律制 授予归衣特别 只剩为凭 又给四为兆收职 传授归衣本师四瑞莫 发给国立 二五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接下来是王浩 知有信男王浩 现年三十岁 系陕西神 这个是宝基 宝基县人士 发心归佛法身三宝 求受三规 恭请堂上上瑞孝莫 和尚为三规本师 自法名为恩 做个三宝弟子 不要忘记自己活在恩海无量中 所以为恩 从今以往 因尊三宝教界 段二修散 信愿念佛 发洪志愿 自行化他 敬畏来祭 全部退传 请依律制 授予归衣特别 指证为凭 又给四为恩收职 传授归衣本师四瑞莫 发给国立 二五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等吴吴祥 等吴祥 只有信南 等吴祥 现年四十岁 祭散西省 洪川县人士 发心归佛法身三宝 求受三规 恭请堂上 上瑞孝莫和尚为三规本师 自法名为玉 玉师光泽 蒙光旗 还是蒙光照 就是说 南遇的佛法已经遇到了 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人生 唯有玉 唯有玉佛心 真正的玉佛心 因为你的名字 有个响 真正要翱翔 这个宇宙之间 唯有玉 真正的遇到佛心 所以法名 老师给你许 唯玉 从今以往 因尊三宝教戒 断二修散 信愿念佛 发红寺愿 日行化他 敬畏来祭 永不退转 请欲律制 受语归一特给 此证为平 又给事为玉 收纸 凡寿归一本师 四瑞莫发给 博力二五五一年 十二月二十一 第二位 第二位 邓仁臣 知有信南邓仁臣 现年四十一岁 系福建省 清流县人士 花心归一佛法身三宝 求受三规公寝堂上 上瑞相莫和尚为三规本师 自法名为父 你的法名是早上 早上在这里 为你取的 他是说 不要忘记 在阿弥陀佛的守护之中 如时以来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守护中 不要再跑给阿弥陀佛追了 从今以往 因尊三宝教诫 断恶修散 信愿念佛 包红寺愿日行化他 敬畏来祭 永会转 请一律志 受与归一 特给此证为凭 好了好了 说你这也忘记写了 又给四为父 四为父收职 凡寿给本师 四日我发给阿弥陀佛 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现在再补上去就好 先给阿弥陀佛 好 来 老师来 你背一顿 阿弥陀佛 那么今天你们归的六位 因为那个佛祖 我这是没有带到 下次 好 一月二十八号 我再带过来 再补发给你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